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二年 老当义壮 宁以白首之心 穷且一奸 不醉青云之志 万物上兮 生也焰 百辽何日 更朝天 长安有男儿 二十 心已朽 伯三尺微灭 一句书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得以暂时忘却长安这处伤心地 离合又过起了往日熟悉的生活 每日读书 写诗 游玩 耕作 仿佛从未离开过一样 在昌古修养期间 李赫结束了单身生活 从李赫的诗文中 我们可以体会到 他新婚生活的甜蜜 后院水井上的鹿鹿 支压支压地转 水声滴答作响 绳索声低慢 李赫对妻子说 我们俩就像着鹿鹿和绳子紧紧纠缠在一起 白头到老 永不分离 此时的李赫像普通的少年一般 双眼中不见了老成 只有满满的情愫 他用一切美好的意想 来记录与妻子生活中的小确幸 李赫的妻子也像所有热恋中的男女一般 得与爱情换得换失起来 他既期盼丈夫能有所作为 又怕丈夫如同离贤的剑 一去不回 清清逞少年 昨日阴桥剑 封侯早归来 莫作弦上剑 李赫还没仔细品贝爱情的甜 现实的苦楚再次席卷而来 李家又陷入生活的困顿中 年迈的母亲 幼小的弟弟 新婚的妻子 这些都需要李赫担负 家似乎有了重量 让李赫瘦弱的身躯 不再挺拔 这年秋天 在家人的声声叮嘱中 在妻子的依依不舍中 李赫离开昌古 前往洛阳 离家时是秋意盎然 到达洛阳时 却一入初冬 一路走来 李赫迷失了方向 自己该去往哪里 自己该做些什么 自己的未来又会怎样呢 对未来一片茫然的李赫 把希望寄托到了神鬼之上 李赫来到旧居旁的邻居家 去拜访一位远近门名的卦师 李赫请他为自己推算前路 此时的李赫面前只有两个选择 向西前往都城长安 或者向南前往富裕的江南 寻找机会 挂象显示 南下处地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结果显而易见向西 回到自己的伤心地长安 困顿潦倒的李赫虽有万般不愿 也不得不依照卦师所言 前往长安碰一碰运气 元和六年 再次来到长安的李赫 依旧求职无门 年纪轻轻的李赫因为忧愁过度 两宾已经斑白 搓脱疼数日后 李赫在亲友的协助下 因李唐宗亲的身份 门阴得到了凤里郎这个九品官职 这给陷入困顿的李赫 带来了一丝光亮 门阴是唐朝人挤身仕途的另外一个途径 必须得是无品以上的官员或者是宗亲之后 才能够以这个身份挤身仕途 而李赫就算是宗亲之后 因此他有这个资格 但是这条路也有他的问题 门阴上来的官 一般来讲 授予的官职级别都比较低 不是什么亲旺之官 这种情况之下呢 他们的前途不一定有多光明 而李赫就担任了一个凤里郎 这是个从酒品的官 凤里郎的凤鹿在长安城中 只能勉强维持生活 李赫只好在重艺里 找了一件旧房子安顿下来 这里远离城市核心 显得破败荒凉 但李赫此时 对于即将开始的仕途生活 充满了希望 他这匹骏马终于找到了 属于自己的筋络脑 他也将登上一盏才能的舞台 唐代设九四作为国家一级的行政机构 地位低于六部 对皇帝直接负责 太常寺为九四之首 李赫所担任的凤里郎一职 是太常寺的直属官职 级别虽然不高 但需要负责朝会和祭祀时官员的站位 因此李赫有了与朝廷权贵接触的机会 这天李赫收到了邀请 参加一场风雅的聚会 李赫的官职和诗才 让他拥有了入场的资格 坐在角落里的李赫 难以融入其中 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宴会的高潮是李平这位国手的演奏 空喉声起 喧闹的宴会安静下来 众人沉浸在李平的空喉声中 李赫的思绪穿过时空的桎梏 随着音乐遨游 他离开了宴会 离开了长安城 飘荡到了天界 他听到了凤凰的鸣叫和香兰的笑声 看到了跳出水面的鱼儿和舞动的蛟龙 十二门前融冷光 二十三四冻字黄 女娲练时不天处 石破天晋 欧秋雨 忙入深山 娇神女 老鱼跳波 受娇舞 无止不眠 以跪束 路脚斜飞 诗寒扑 李平是确实存在的一个人物 连皇帝都非常非常的欣赏他 就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音乐家 他的乐声当然非常的美妙 但是别人听可能就觉得 这个真好听 而李赫就此就发挥了 他就觉得 当这个乐声如果传到了上天 传到四级 会发生什么 所以这诗歌里边他就 怎么形容呢 神仙大串烧 上天的神仙 江河里边的神仙 一个个都被惊动了 李赫要把整个天地给你拉过来 用你们来衬托 李平的这个 空厚之美妙 所以说这个 的确能展现他的这种鬼才 一天两天三天 一月两月三月 李赫见识到了长安城别样的繁华 但他的仕途却毫无起色 他的心也渐渐沉入无底 为了获得升职的机会 李赫放下自尊 努力应酬于长安的各种圈子中 他引以为傲的诗文 也成为结交权贵时 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东西 他夸耀别人的宝剑 先被侠中三尺水 曾入无坛 斩龙子 他称赞别人的艳态 段州时供 巧如神 他天魔刀 歌字云 他与驸马同游复诗 行音流浪处 赞得见荷郎 他为贵公子新纳的小妾复诗 琴旁孤酒客 新买后园花 天子脚下的长安城 权贵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处理 评判 听盼 收税 祭祀 宴饮 怀财不育的人 又其指李鹤一个 没人真的关心这位相貌平平 只会写诗的九品小官 李鹤所做的种种努力化为泡影 升迁之事 渐渐变成了水中月 静中花 李鹤的仕途之心 在毫无希望的生活中 渐渐消磨殆尽 二十出头的李鹤 一眼便能望尽余生 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 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 让李鹤心灰一烂 长安有男儿 二十心一宿 李鹤的好友陈山 此时正在长安准备科举考试 听闻李鹤郁郁寡欢 特意来到李家探望 看到陈山前来 不等对方开口 李鹤便举杯相迎 陈山身为前朝宗室后裔 善写古文 而唐朝文坛此时流行 与古文文封相反的偶利文章 与李鹤境遇相似 陈山此时也是一身才华 无处施展 李鹤温言宽慰道 陈山你的文采与山岂高 我远不能及 我自己还没灰心 你也千万别丧气 陈山没想到 这次会面不是自己安慰李鹤 反而是李鹤在宽慰他 即使仕途无望 李鹤依然担忧着王朝兴衰 中唐时期 唐王朝面临着无地不藩 无反不反的藩镇割据局面 历任皇帝陷入了一个怪圈 皇帝继位之初历经图治 发现无力改变藩镇割据现状后 转而追求虚无缥缈的长生 乃至荒废朝政 为了迎合皇帝的喜好 不仅朝中大臣阿谀奉承 民间的方式也屈言覆试 大言长生之事 这在李鹤看来十分荒唐 飞光 飞光 劝儿一杯酒 吾不时清天高 皇帝后 为见月寒日暖 来见仁寿 食雄则肥 食蛙则寿 神君何在 太义安有 千百年来无数人追求长生 可又有谁寻到长生 即使是雄才大略的秦皇汉武 我也化为一种枯骨 在死亡面前 皇帝和百姓一样平等 李鹤的这首诗是用来讽刺 当时求长生的这种行为 服食丹药的这种行为 在唐朝的皇帝当中是相当普遍的 唐太宗都不能免俗 而且这个也对唐朝的政治产生了 这个巨大的影响 并且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就是因为搞这种长生药 所以往往是弥废弥厉 因为要给皇帝求仙药 要给皇帝炼药 这个都是耗资巨大的事情 老百姓不胜其烦 所以说从这点上来说 李鹤是看不惯的 权贵们追求虚无缥缈的长生时 他们治下的百姓 却为了一日温饱 辛苦劳作 早起养与他人的老冬 早起养丧的妇人 天见耕作的老农 这是李鹤眼中繁华长安残酷的另一面 李鹤关心百姓疾苦 担忧国家命运 可他却无能为力 只能在施于酒中任凭光阴虚度 思虑过重 加之长期饮酒 李鹤本就孱弱的身体不堪重处 每日下班后 李鹤便闭门不处 与钥匙为伴 他的生命在无意义地消失 这种情况极大的影响了 李鹤的精神状态 他的诗歌创作中 有关冷 血 鬼等音域冷僻主题的作品 大多出自这段时间 李鹤人家称之为叫诗鬼 一方面呢 他这个诗歌当中多一些神仙鬼怪 而且他这个诗句里边呢 他经常有些奇思妙想 他这个奇思妙想就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经常是一些你想不到的角度 别人就觉得 这简直是这个 可以说是鬼斧神工 出任凤里郎的第三年 李鹤蒙发了离开长安的想法 一封家书带来了妻子的死讯 李鹤悲痛万分 或许是想到了阴阳两个的妻子 李鹤回忆起游历时见到的苏小小木 冷清雾迹 幽蓝路如提眼 无物结同心 烟花雾堪解 李鹤不知道 妻子的目是否也是如此奇了 思虑之此 李鹤的心如同被寒冰冻结一般 无法跳动 痛心不已的李鹤 陷入长久的梦魇中 恍惚间 李鹤看到了幽冥 看到了鬼怪 似乎只有那些鬼魅才能理解他心中的愤懑与苦痛 幽冥世界的清冷与黑暗 同李鹤所处的现实世界是那么相似 以至于李鹤难以分辨两者的区别 长谷的青山和家中的亲人 是李鹤黑暗生活中的一丝光亮 世事无常 与其在长安城中蹉跎岁月 不如珍惜当下 李鹤决定辞官回家 回昌古与家人相伴 公元813年初春时分 太阳高挂在天空中 却没有一丝温度 李鹤独自一人 李鹤独自一人 启程离开长安 这也是他与长安的诀别 天鹤独自一人 衰懒送客 闲阳道 天若有情 天亦老 鞋盘不出 月荒凉 未成一人 未成一远 波声小 美丽春光 南浅悲愁 假若苍天有情 苍天也会为李鹤悲伤 再见 长安 李鹤回到昌古 重新整理了家门南面的园子 起名南园 他白天在南园工作 晚上挑灯写诗 在母亲的照顾下 李鹤的身体也渐渐好转 他再次踏足昌古的山水 李鹤满腹的不快 一扫而空 回到了童年 无忧无虑的时光 他看到了春暖花开 鲁燕飞 看到了蜜蜂采蜜 鱼儿有水 铜心最真 铜心最美 这是李鹤生活中 难得的光亮 李鹤是幸福的 也是不幸的 他所拥有的快乐总是那么短暂 还未仔细品味 便已消失不见 李鹤回家不久 李家又陷入了经济拮据的困境中 以至于李鹤的幼帝 要取千里之外的江西谋生 离别之时 李鹤连一顿像样的酒宴都无法准备 他能做的 只有折一支柳 赠两首诗 道足且长 行则将至 公元814年 25岁的李鹤在经历科举 门阴两次入室失败后 又一次离开昌古北上鹿州 以幕僚的方式谋求仕途 两年后 因身体抱病 李鹤最后的尝试 也以失败告终 公元816年 李鹤返回昌古 此时的李鹤已经病入高华 此时的李鹤已经病入高华 此时时日不多 李鹤把所有的心思用在整理诗稿上 如同十几年前调登读书时那样 李鹤强成病体 但在死亡来临前 他将死亡来临前整理好了诗稿 他将诗稿托付给友人出版看印 这些诗稿托付给友人出版本 这些诗是他一生的心血 也是他曲折人生的见证 同年 李鹤在昌古的家中病逝 年仅27岁 人们不愿相信这位伟大的诗人 就这样平凡地死去 人们更愿意相信属于他的传说 李商隐在被李鹤写下的小传中 这样描述了李鹤生命的最后时刻 一位红衣仙人天然而至 天地修成了白玉楼 照李鹤前去作祭 李鹤不愿舍弃家人 推辞不去 仙人道 天上的差事不苦 听吧 李鹤气不成声 不久气绝而亡 传说越动人 现实越无奈 传说越美丽 现实越悲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